锋利的刀子切割下一大块精油 抹香精白细的脂肪不断滴落 村民直接用脸盆在底部收集 对于没有通贴的村庄来说 精油不仅可以充当油股的燃料 炒菜烹饪也是必不可少 在他们眼里 精油堪比流动的黄金 而随着大量的捕杀 鲸鱼的数量也在日益减少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位于印尼的拉玛埃拉村庄 有着恶劣的地理环境 也注定他们与耕种无缘 村里的居民 全年都依靠渔火为生 大海已经养育了他们500年 俗话说 水浅则大鱼不至 临近村庄的海鱼 能吃的鱼越来越少 这也意味着 他们要乘船出去捕捞 小小的一艘渔船 足足安插了11名壮汉 因为他们每次出行 都是奔着抹香精去的 在到达捕捞海域的时候 会有一名村民 手持鱼叉站在船头 当地人称鱼叉手 所谓一名合格的鱼叉手 他必须有敏锐的侦察能力 他的一举一动 都时刻关系着渔火的多少 此时一群虎精 渐渐记录渔迷的事业 这次他们的运气不错 刚刚出海 便能遇到一群虎精 就在猎物露头的一瞬间 一个俯冲 将鱼叉狠狠地刺了出去 在虎精激烈的摆动下 鱼叉并没有牢牢锁定 通常渔船会长群结版的出海捕 这也大大提升了捕捕的机率 这次他们捕捕的是一只翻车鱼 鱼还没被拉上船 鱼民就已经磨刀霍霍了 在切割的同时 内部流出了很多液体 入年的翻车鱼 长度在一米左右 成年的体型可长到四米 鱼民清早出海 到现在滴水未尽 众人都纷纷盯着眼前的美食 切开的肉质细腻白嫩 翻车鱼属于杂质性鱼类 这也注定它的肉质相贫可口 丰富的油脂 更让人胃口大开 而鲜味的鱼肉 不需要任何的烹饪 直接撕下一块放入嘴中 咸铁的鱼肉 入口计划 所有协助捕捞的渔民 都会获得一份分红 一百多斤的鱼肉 不够打架均分 经过一上午的周折 渔民们满载而归 各式各样的渔火众多 船长用刀子将捕获的渔火分解 均匀地分给 心情付诸的船员们 躺在船上不会得到报酬 鱼肉便相当于工资 船长拿出一部分 作为今晚的晚餐 由于没有冰箱 剩下的一部分则会进行天然风干 达于两周的时间 晾好的鱼干就可以吃了 生活在这里的孩子 在娘胎里就学会了游泳 大人们捕鱼师的场景 深深映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不断地重复训练 为日后积攒了宝贵的经验 四日清晨 在众人的通力合作下 渔民捕获了一条幼年抹香精 巨大的身躯 重达十吨左右 为了防止腐烂 他们要迅速将其分解 厚重的脂肪切割起来 也是十分费力 每次只要捕捉到鲸鱼 不管有没有参与的家庭 都会分到一部分 切割下来的精肉 和乳胶床垫一般 一只生命的雨落 让更多的生命都一延去 这桶抹香精 能让村民在一个月内 不会为了食物而发愁 再杀的血液 直接染红了周围水域 分到精肉的村民 直接在水中清洗 这也是每家每户的丰收时刻 剩下的鲸鱼头 才是他们的中头戏 用锋利的刀子划开的瞬间 内部的白色液体缓缓流出 只有参与捕捞的村民 才有全力分享头部的精华 鲸鱼脑部的精油 绝对算得上真品 卸下来的瞬间 精油也在不断的滴落 女人们用脸盆在下面接着 之所以被称之为抹香精 是因为其头部 含有大量的白色脂肪 这种油脂富含脂肪酸和脂肪醇 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在过去 欧美贵族将这种物质 用作化妆品香水等原料 因此才将这种鲸鱼 称之为抹香精 在够吃的情况下 他们会把鲸鱼肉 进行三个月的风干晾晒 晾晒完毕后 鱼肉可以用来以无患物 他们不需要钱 因为钱在他们面前 犹如废纸一样 政府给予他们捕捞鲸鱼的权利 但随着大量的捕杀 鲸鱼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没有了鲸鱼 然靠小鱼小虾 它们便很难维持正常生活